民眾走春來到鹿岡老街 遊客湧入 萬頭傳動 寸不難行 小吃店鵝仔煎 業者特別出動特製旋轉機台 一個小時能煎兩百多份 消化龐大的來客樹 剛才有三個鵝仔煎 這一頭工作人員忙送餐 還要教客人怎麼用機台點單 人手比平常多一倍 才勉強忙得過來 現在中島人都出來了 回暖之後遊客都跑出來了 本來大概二十個在座吧 差不多相近三四十個在座這樣 鹿岡天后宮人潮汹湧 而中部各大廟宇 同樣滿滿都是人 從高處往下看 北港朝天宮老街上 黑色人頭密密麻麻 監視器的每個鏡頭 都被信眾填滿 還有竹山紫南宮 一早七點不到 車潮沒有停過 好不容易找到停車位 廟前廣場人潮塞爆 借環境隊伍 更是綿延七八百公尺 今年的人潮比往都很多人 我大概兩點三點 很多還聽到 吵的聲音 吵吵 吵吵吵吵吵的叫 還有大學畢業生 考上中心生醫研究所 特地跟家人到紫南宮拜拜 還繞著晶晶摸一圈 希望保佑龍年健康平安 就是好不容易全家人出城 還會摸晶晶 然後全會把財金送 就以前都會來這邊拜拜 大年初一 紫南宮不發前幕 還是不減信中熱情 去年借金四億回收七億 其中還有從事設計 相關行業的女老闆 大手比天二十萬香油錢 跑個好彩頭 榮銀繼續賺打錢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